李卓人議員 聖誕快樂 以下是民建聯就律政司昨日的回應作的聲明 我們就律政司昨日回應UGL事件 並且對律政司就住UGL事件作出不予檢控的決定 民建聯是完全尊重和支持律政司的決定 根據《基本法》63條 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是不應該受到干擾 我們也相信律政司已經不偏不倚 獨立專業地根據刑事檢控政策 全面去看關於UGL事件的所有證據和相關法律 在經過小心研判之後 認為是沒有足夠的證據去作出起訴 而作出相關的決定 同時我們也留意到不僅是律政司作出這個決定 廉政公署早前也公開表示 不會再作進一步跟進 不僅是香港的檢控機構作出類似的決定 英國的國家打擊犯罪調查局 同樣認為UGL事件是沒有足夠的證據 而決定終止調查 這些都是顯示UGL事件 其實是因為證據不足 律政司而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至於是否需要尋求外聘的法律意見 其實律政司是會根據個別的個案 而作出判斷的 這個也不是必要的程序 我們期望UGL事件可以告一段落 我也希望外界不要再作政治的炒作 也不要再向律政司施壓企圖影響相關的決定 我想問昨天SJ有說 外部法律意見是涉及律政司的同事 才會到外部法律意見 過往真任權或延長的案件 都有兩道外部法律意見 你覺得這個說法是否順便公眾呢 是否可以在這件事上 可以解釋到為何它不在外部法律意見 其實每一件案最重要 是否有足夠的證據 和考慮相關的法律觀點 正如我剛才已經講了多次 UGL事件已經在香港炒作多時了 我相信律政司和律政司相關的工作人員 已經考慮到案件的證據 和相關的法律觀點 而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 其實不單是律政司作出這個決定 廉政公署也有接近的決定 不單是香港 英國的調查機構 其實也作出相關的決定 所以這個案件已經很清楚 是因為證據不足 至於是否要找外聘的專業意見 其實每個個案也有不同的情況 當這個個案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我亦都認為律政司是有獨立的判斷 去作出不起訴和不穩 是獨立的專業意見 例如司令人一段開復分會之後 會否有人都覺得 他應該再上來立法會 再解釋一次接受議員的提問 上一次司法panel已經決定了 下一次會就刑事檢控政策 來向議員提供資料 我尊重律政司的決定 不過我們panel的一貫的做法 大家都清楚 是不會討論個別案件的 但你會否支持 說SJ上來就是為了這些人 我認為他只是 如果上來都應該是就政策去作說明 因為這是panel一貫的做法 那不就是panel不應該去談UGL 是的 panel是不應該去談UGL 我認為 我認為這次事件已經很清楚了 不單是律政司作出這個決定 其實廉政公署也都作出同樣的決定 不單是香港 其實英國也都作出同樣的決定 簡單來說就是證據不足 我認為事件應該告一段落 也都看不到有任何去幫助什麼人 反而大家明白 也都有一部分反對派的人士 其實由於達不到他的政治目的 不斷繼續炒作事件 這是很清楚了 我希望事件已經告一段落 我沒有補充了 其實我認為證據不足已經很清楚了 那現在事件也都進入了司法程序 那我相信律政司其實會在適當的時候 再會去處理這件事 那現在我認為其實很清楚 就是大家看到是因為證據不足 律政司是不作跟進的行動 謝謝 其實我剛才已經說明了 因為我認為對於每件事 最重要是不偏不倚 看完所有證據而作出決定 而事實上證如我剛才多次強調 UGL事件已經在社會廣泛討論多時 律政司作出相關的決定是因為證據不足 廉政公署也作了接近的決定 英國的調查機構也作了相關的決定 很明顯是因為證據不足 那麼律政司是因為證據不足 而是作出不檢控決定 我認為已經是足夠回應了社會的訴求 我想最重要是證據不足 如果你說因為是個別人士要求 而是要去再作其他的事情 未必是一定是有這樣的需要 謝謝